可以做出 类似像这个99乘法表 这个99乘法表里面 当然第一个 上面呢自动产生什么 产生1到 假设我输入1嘛 你可以按Ctrl键 向右 输入到1到9 然后这个 从A2 也是一样输入1 Ctrl键向向 输入1到9 然后呢把这些我想就是做一个什么表格好了 你这边把它表格 格线框一下 那我如果希望说 在这个B2的储存格里面 得到的结果是1乘上1等于1 向下填满跟向右填满 自动帮我产生什么 一个99乘法表的一个表格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但基本上等于什么你可以 这一个上面这一个 那乘的话请你用X来代替 end 然后呢一个X X的话呢代替乘号 end什么呢 比如说我再来就是串那个 A2就是 上面的 乘上 左边的 然后呢再一个等号 所以再串一个end 然后一个什么呢 等于 然后呢end 最后是两个相乘 就是 B1乘上 乘的话呢一样 一个STAR 一个星号 再乘上什么呢 A2 那你把它打勾 当然呢这个地方把它置装好了 向下 当然目前向下是不OK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向下填满的时候 基本上你要参照的是上面这一个 所以 你可能需要怎么样 把上面这个一列的部分 1 把它锁起来 否则它会变成B1 会变成B2 B3 所以跟刚刚一样 我就把什么 1的部分呢把它锁起来 那锁的话呢 记得就是在1的前面 加上一个前的符号 1的前面呢加上一个 前的符号 打勾 向下填满 那你会发现呢 第一个 1到9 OK的 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希望向右填满的话 那当然后面还是不OK 为什么呢 因为你填满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 A栏的地方 有没有 A栏的这些参照呢 你不能去动它 所以呢这个时候怎么办 如果你要向右填满的话 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怎么样 要把 A栏的资料给它锁起来 所以呢A栏怎么锁 特别是要 这个地方A2 只能锁A A的前面加个锁 A的前面加个锁 打勾 OK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向下 向右 放开你会发现呢 99层发表 一次就做完 OK所以 基本上呢未来 假设你在处理大量的那个 四算表的时候 那请记得啦 如果说你希望呢 不要做很多次 只希望做一次的话 那可能要注意就说呢 你的 像99层发表里面的那个 列 他列号呢 列会是在那个标题列 是在D列 标题栏是在D A栏 那如果是 标题列跟标题栏 请你在标题列跟标题栏 前面 加上前的符号 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 一边呢 记得不要锁 像B1 你就锁E就好了 B1 B1 就锁E 所以E的地方锁 但是 B的前面不要锁 因为如果你锁住的话呢 将来 产生的结果 就会出错 为什么因为你向右填码的时候 B一定要变成C 这个 一定要变成C 才能抓到2 才能抓到3 但是如果你把它锁起来的话 它就会出错 那A的话呢基本上 你必须固定在这个 所以把A固定住 把A固定住 那未来当然 如果说你不想要 记得那么复杂的话 我的习惯是 看它的栏跟列的位置 就是说如果标题列在 第一列 你就看一下公式里面哪一个有E 你就把E给锁起来 那栏的话呢 哪一个部分有A栏 你就把A栏给锁起来 那做出来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 是我们要的结果 把它打勾 这部分向下 向右 一次就可以完成 OK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呢 后面衍生的 就是说 甚至还可以配合什么 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 假设我今天希望 这个对角线 的资料 刚好帮我格式化的话 我记得这边好像可以做什么 新增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怎么样 格式里面 可以用公式来决定 决定什么 如果 我今天的 这个 蓝跟 这个前面的数字 如果相等的话 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今天希望左上到右下 这几个储存格 可以变个颜色 这个对角线 那它的规则是 这个跟这个相等 相同的话 那可以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帮我加个颜色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等于 上面这一个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这一个 那不过呢 我的列 是固定的 我的蓝 是固定的 那我设定一个条件 就是我底色换一下 换个黄色的底色 按个确定 如果相等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会自动帮我做一个格式 如果 两个是相同的话 才去做 那这个地方 你可以利用什么 新增的规则 我刚刚这边 新增的规则 一样用什么 使用公司来决定 要格式哪一些 那其实 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其实同样有志愿什么 哪一些蓝 哪一些列 你要锁不锁 OK所以这个地方 最后 剩一点时间 做一些 额外的补充 就是主要呢 未来如果说你要做出像9958表 或者是大型的四算表里面 都会有一些问题 它只能锁裂 或者是只能锁蓝的时候 那你要特别注意 哪一些只能锁蓝 哪一些只能锁裂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 就是我们 额外补充的 所以等一下 1 到9 所以你把它拖拉1到9 那A蓝也是1到9 试着把这个底下9910块表做出来 那做完之后呢 再利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里面的话有一个新增规则 那请你选择那个新增规则里面呢 用那个什么呢 新增规则里面的用那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哪一些 那我刚刚是什么 等于 上面这一个 如果等于什么呢 左边这一个 这两个如果 特别注意哦 蓝跟列 记得我只有锁列 就是B1只有锁1 为什么因为固定在一列 蓝的话呢固定在A蓝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在一列跟A蓝锁 后面呢你如果再加上那个 条件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 左上到右下 它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那如果说呢 你要再做一个变化 如果 右上 到左下 假设这一条线 你也要想要 想要把它连在一起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等于什么 如果 这个 B1 加上A2 相加之后呢 有没有 斜边呢 如果两个相加 假如等于10的话 那就可以了 设定一个格式 类似像这样的做法 让各位可以试试看